各位同学,在我们学习维积分最前面 给各位同学安排了一个单元叫做基础数学 那基础数学的内容包含了是有关于数系 有关于函数以及直线方程式 还有像是十字教程法这些 你们在未来学习维积分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一些数学的观念 不论它是国中高中都学过的单元 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再做一次复习 然后让各位同学熟悉了这些操作之后 以后我们再学习维积分就不会有后顾之忧